如此恐怖的帝威让他想到了一个人 上界女皇 只有传说中的女皇才有这么恐怖的威严 能够震撼她的心神 你的名字不叫玄清月 你叫 墨血明想呼唤女皇的名号 但这种禁忌的存在 他居然也不能呼喊出口 没错 正是本座 玄姬月收敛了气息 此前他化名玄清月 伪装成上界女子 并没有暴露自己女皇的身份 但现在面对墨血明的步步紧逼 他也不废话了 直接摊牌 见地不败 天诛地灭 还不给本座跪下 玄姬月目光冷酷 如果在此前 他绝对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否则被幕后的布局者探测到 他有很大的麻烦 但现在漫天雷霆沸腾 雷洁的气息遮蔽了一切 他就算暴露 也不会有被发现的危险 笑话 我墨血明何许人也 岂会给你下跪 短暂的震惊后 墨血明很快恢复了镇定 别说你只是一道绘土分身 就算是女皇亲临 也没资格让我跪下 墨血明手指掐钻 就算出了玄姬月 只是一道绘土分身 并不是真身降临 以他的傲气 是绝对不可能跪拜任何人的 是可杀 不可辱 他可以被杀死 但绝对不会跪下 哼 有点骨气啊 玄姬月也没有计较太多 但墨道 只希望以后大节降临 你还能有此等傲骨 顿了顿 玄姬月摆了摆手道 罢了 时间紧迫 本座没空跟你啰嗦 轮回行驶 我要再借几天 告辞 转身想走 慢 墨血明冷声叫住他 怎么 你还不肯借我 玄姬月 眉宇运怒 借给你可以 但你答应给我的 无法神通呢 墨血明搓了搓手指 问道 拿去 玄姬月有点不耐烦 掀手一挥 无数符文凝炼成 一片片神通 飞到了墨血明的眼前 大荒破月剑 枕天黄成剑 顺杀黄道剑 墨血明扫视一眼 顿时露出不屑的神色 就这点 你就想打发我 你还想如何 玄姬月怒气 越来越浓烈 他可没心思 再跟墨血明废话了 每拖延一刻 他的危机就加重一分 必须尽快赶去 九天神龙殿 查明一切 鸿蒙古法 给我一门鸿蒙古法 墨血明背负着双手 缓缓开出了条件 玄姬月此番前往九天神龙殿 不知会有多么凶险 他这块轮回星宴 也随时有失落的危险 如果玄姬月不给他足够的好处 他不可能让他带走星石 放肆 你还嫌鸿蒙古法 做梦 玄姬月银牙一咬 三十三天鸿蒙古法 即便在上界 也是不弱的神通 在神国 鸿蒙古法 更是近乎逆天的存在 杀伤力大的惊人 随便炼成一门 都可以独步天下 现在 墨血明一开口 就索要鸿蒙古法 简直是狮子大开口 鸿蒙古法是不可能的 本座最多传授你 一两门上界的法则 你可有兴趣 玄姬月道 鸿蒙古法是我的底线 你想带走星石 必须给我一门古法 否则你别想离开此地 墨血明依然背负着双手 没有丝毫退步 好 很好 玄姬月哼了一声 时间紧迫 他也没心思讨价还价了 先手一挥 玄姬月祭出了一片遇见 直接送给了墨血明 你今天得罪了本座 以后去到上界 本座定将你碎尸万段 玄姬月目光之中 丝毫不掩饰杀鸡 他日我去到上界 谁杀谁还说不定呢 墨血明也笑了 他也知道 自己今天得罪玄姬月 以后去到上界 会有无穷无尽的杀鸡 但他并不在乎 只要拿到鸿蒙古法 潜心修炼 他的实力必定突飞猛进 玄姬月想要杀他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墨血明拿过玉碱 神念一扫 顿时就发现玉碱里面 封印着一门非常强大的神通 简直是震说天地 诸天神剑绝 将血液炼化成飞剑 妙妙啊 这玉碱里的神通 叫诸天神剑绝 是货真价实的鸿蒙古法 在三十三天鸿蒙古法之中 足以积身前列 比他的巨像震天劲 还要厉害许多 人体全身有十万滴鲜血 这诸天神剑绝 是修炼血液的神通 将全身十万滴血 全部炼化成飞剑 只要炼成了 全身每一滴血 都可以演化成飞剑 十万把飞剑 全部斩杀出去 足以毁灭天地 破碎星月 威力之大 简直是恐怖 为了借走轮回星石 玉碱月真的是不惜代价 这么珍贵的鸿蒙古法 居然直接送给了墨血明 墨血明眼睛闪烁着光芒 这么厉害的神通 他如果炼成了 足以抗衡轩辕墨叶 鸿蒙古法给你了 我可以走了 玉碱月冷冷道 慢着 墨血明拍了拍手 虚空里有两个 天神镜的强者冒出 都是明殿的护法 此去九天神龙殿 凶险重重 我这两个手下 都是天神镜的强者 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墨血明淡淡道 玉碱月的生死 他自然是不在乎的 他死了最好 但是轮回星石 墨血明却实为命根 玉碱月死不足惜 但如果他的轮回星石毁了 他哭都来不及 所以派遣了两个天神高手相助 也只是为了保护 轮回星石罢了 多谢了 玉碱月哼了一声 倒也没有拒绝 先手撕裂虚空 朝着九天神龙殿赶去 而那两个天神镜的护法强者 则紧紧跟随在他后面 此时的九天神龙殿 雷劫终于降下了 漫天雷云滚荡 一条条水桶粗的闪电 带着轰灭乾坤的恐怖气息 狠狠轰炸而下 无穷的雷光 直接穿透了九天神龙殿的禁制 直接炸到龙穴深海 整个龙穴深海水雾翻腾 激起了滔天的水柱 无数魔物生灵 直接遭到雷霆的碾压 瞬间化作飞灰 整片海都沸腾起来 跳动着无数龙蛇般的电芒 狂暴的雷霆四处肆虐 顷刻之间 居然直接蒸干了海水 沸腾的水雾鸟升天 整天主海 这雷劫的威力 简直是无法形容 现在的龙穴深海 彻底变成了一个 干枯的深渊大坑 曾经海里的生灵 全部都覆灭了 而在海底 夜沉正盘膝而坐 深周灵力浮纹 萦绕 守护着自身 雷霆不断轰炸而下 夜沉咬紧牙关 哭哭承受着雷劫的冲击 他的皮肤 直接被雷电炸得开裂 丝丝丢履的鲜血渗透出来 汹涌的雷杰还想钻入夜沉体内 将他的五脏六腑碾碎 夜沉 几思青站在远处 看着夜沉被雷杰吞噬 美眸顿时透出巨大的担忧 他很想出手相助 但夜沉苦度雷杰 这是破茧化蝶 岂容外人插手 九天神龙殿之中 耶洛尔和之尊龙皇 也看到了雷杰降世的恐怖画面 岳大哥要杜劫了 夜洛尔看到这一幕 翘脸顿时露出震惊之色 他原本还想回去 继续拷问炎天龙神 但现在看到漫天雷霆滚落而下 就知道夜沉正在杜劫 不行 我要过去帮忙 你先回去 夜洛尔望了至尊龙皇一眼 吩咐一声 独自朝着龙血深海赶去 竹子我也跟你去 痴孙龙皇叫了一声 担心夜洛尔的安危 连忙也跟着前去 而在大殿外 一个眉心长着竖眼 身穿战甲 腰配长刀的男子 却是悄然而至 他的身上 隐约散发出无穷无尽的摇气波动 正是上古大凶三目天狼 受轩月末爷所托 前来九天神龙殿 调查炎天龙神失踪之时 这雷劫不简单呢 天狼目光深沉 雕塑般骨劫分明的手掌 紧紧握着刀柄 仰望着一条条轰炸下来的雷劫 这雷劫背后 不知隐藏着什么凶险 我得小心一点 天狼定了定神 拔刀出鞘 滚滚上股魔气涌出 带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一刀斩向九天神龙殿的禁止 顿时 禁止被展开了一条裂缝 天狼收刀入鞘 迅速飞身钻了进去 他虽然没有龙族血脉 但堂堂上股大凶 还是掌握了一些特殊的秘法 可以破开禁止 何况 现在雷劫将士 九天神龙殿的禁止 也被撼动了 他要斩破就更简单了 而此时的夜沉 正全身贯注杜劫 并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 雷劫越来越浓郁 夜沉浑身电光炸裂 无数雷电化作了一个大简子 牢牢地将它裹住 如果它能破简杀出 修为便可踏入混沌境 突飞猛进 而一旦破简失败 必将粉身碎骨 赤臣神脉 开 临风神脉 开 毁灭神道 开 夜沉内心咆哮 立刻将血脉的能量 催动到了极致 赤神神脉 凌风神脉 都疯狂地爆发出滔天的气息 它的身躯上 金光浩荡 神霞绽放 听命抵挡着雷劫的轰炸 这雷劫 不像当初的太虚雷劫 那么复杂 只有一波而已 但这一波雷劫 却是无比强横的一波 就算是一颗星球 恐怕也要被炸裂了 加上 车